主厨就在你面前 把厚实的菲力牛排煎得滋滋作响 还有阵阵奶油响起扑鼻 不过桌边服务重头戏在这里 白酒101瞬间冒出火焰 视觉效果大加分 顺目桌边秀抓紧消费者目光 噱头十足的喷火牛排 其实来自法国宫廷王子专属吃法 把重要的这些厨剂 冰箱 炉子 都把它摆进去 就推到这个宫廷里面餐厅的 这个皇宫里面的餐厅 在国王王子的前面 来这个料理秀给他们看 标榜桌边火焰秀 在60年代曾宏极一时 闻得到 看得到 更吃得到 复古宫廷牛排吃法又再度成交点 刚上桌的铁板热腾腾 但牛排竟然是生的 别紧张 这家餐厅打出DIY当招牌 给客人一块生牛排 要吃几分熟 自己决定 采用的是日本的铸铁 20分钟之后它还能够保有80度的余温 让确保客人在整个用餐的过程都是热食 边吃边煎牛排体验式吃法 带着趣味和料理技巧 而且业者已经把牛排都切成条状 只要翻面不需动刀 避免边吃边切的麻烦 在竞争激烈的牛排市场 一军突起 有别日封闭式的厨房料理 现在动手体验和视觉行销 成了饮食新宠 记者曾建勋 刘亮亨 陆毅 邵日敏 台北采访报道